肉丸是一種很多人愛吃的傳統小吃 為了符合現代人養生的觀念 六甲一間廟口肉丸 特別將肉丸口味混作脆跟脆皮兩種 讓人家在健康跟口感上都能得到完酒 而且大部分的醬料也是利用麻和土豆調皮出來 同樣強調養生的概念 因此也得到很多民眾的喜愛 一粒一粒的肉丸在近過後 加上得多的醬和醬油丁點配料 和醬油丸的口感是讓很多人吃過後 鵝肉改善 讚!好吃! 脆皮的皮很爽,很好吃 再來它的醬料有芝麻的香味 真的很得手 要幾顆? 兩顆 兩顆要外帶嗎? 要外帶 要辣嗎? 這樣 為了符合現代人健康養生的觀念 入口特別將肉丸混成用脆跟脆皮兩種口味 QQ的外表配到香菇 兩人跟脆肉丁丁的阿 讓民眾感受到是無本身的清潔 脆皮的肉丸在近過後 外送男人的口感也受到很多鄉親的喜愛 我們家的肉丸有分兩種清蒸 淡脆皮的 清蒸的就是 我們大家的觀念是 不要吃養生的東西 不要油炸 所以我們的觀念就是 不要油膩嘛 對養生、對身體好 所以現在我們比較注重清蒸的 有一些年輕人他喜歡吃比較香的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脆皮的 脆皮的話是那個 用清蒸下去炸 炸出來的話是外酥內軟 吃起來口感是比較香 比較脆 那裡面的內餡有 有豬肉 還有蛋黃 還有香菇 最重要是我們那個豬肉 它裡面的味道是像香腸味道 跟人家不一樣 我們最特別的東西就是 獨家口味就是我們的醬料 跟人家不一樣 我們是養生的 我們東西是用花生跟芝麻下去做的 對 吃起來口感很香 跟人家不一樣 炸出來的口味跟口感 是先說出很多民眾的喜愛 到連六甲町中 也是中式的顧客之一 它皮很Q的 很爽的 裡面的料 也吃起來很實在 我最喜歡的就是 它有包蛋黃 因為我喜歡吃蛋黃 一般的肉圓都沒有包蛋黃 我喜歡它皮脆的感覺 酥脆的感覺 然後餡料的話是滿實在的 然後那個醬料的芝麻香滿香的 基本上都會吃上兩顆 這間是廟口肉圓 那它這個肉圓 清蒸的 還有一種脆皮 我現在吃這個清蒸的 但是它這個跟一般的肉圓都不一樣 吃起來它這個肉圓的皮特別Q 而且裡面它的這個料放很多 有那個 兩人還有這個肉 裡面的這個料也非常地多 這個口味真的非常非常地好 這個肉圓它獨特的風味 跟一般的肉圓不一樣 以前我媽媽吃起來 比中華的肉圓的氣味更好 我希望大家 如果有來到我們六港天后宮 拜麻祭的時候 也可以順道在這個肉圓的旁邊 這間廟口肉圓 我在這裡提供給大家 來吃吃這個廟口肉圓 讚 這間肉圓就位在六港天后宮的旁邊 有幸福的鄉親 有機會可以到六港平常看賣 新中華新聞創中槍六港彩虹報導